帕金森视症是实质吗?帕金森视症症状医师教你十秒辨别 帕金森视症是一种慢性脑部退化疾病 许多人听到帕金森视症,第一反应极为不治之症,但并不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根据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提供的胃胶资料 帕金森视症是一种慢性脑部退化疾病,受到脑内黑质细胞退化,死亡影响,使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制造减少 导致肢体震颤,肌肉僵直,行动迟缓及丧失平衡感,虽然不会造成高度的痴呆及障碍,却会危害正常的运动功能,多于50至60岁的中老年期发病 美国神经疾病和中风国立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rokes,则指出,帕金森视症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 脑部黑质的神经细胞,能够制造多巴胺,Dopamine,当这些细胞受损,死亡导致多巴胺不足,就可能导致帕金森视症的运动障碍症状 不过,科学家目前还无法确认制造多巴胺的细胞会死亡的原因 另一方面,帕金森视症患者也可能出现非运动障碍的症状,像是疲劳,血压不规律,肠胃道蠕动减慢,起身时血压突然降低等 这可能是因为帕金森视症患者的脑部,失去了制造去甲肾上腺素,Non-Repinifering,的能力 这种激素是自律神经系统中传递讯息的主要化学物质,而自律神经系统控制住心跳,血压等人体重要机能 许多帕金森视症患者的脑部都有路易尸体,Lulibody,是由不正常的Alpha,突出和蛋白堆积而成,可能与帕金森视症,路易尸体失智症有关 虽然科学家目前还不清楚帕金森视症的原因,但除了部分病例可能与遗传,基因突变有关 多数研究认为这种疾病噪音与基因和毒物等环境因素的交互结果 美国国家帕金森视病基金会,National Parkinson Foundation,则指出,帕金森视症本身虽然不致命 却可能导致严重病发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也将帕金森视症病发症评为美国第十四大死亡原因 帕金森视症的震颤现象,其实是自我加温 目前医学界还无法得知黑质细胞为什么会有减少的现象 不过,安保彻于非常识医学书,日本三大名医联手打破你的医学迷思医书中以自律神经做切入点进行分析 认为当人们因劳累过度,烦恼过多或烂用药物时,将对身体造成压力而使交感神经紧张 自律神经紊乱,血管也会逐渐紧缩,使血液循环变差 血液流动不顺会让送往脑部的血流逐渐恶化,使需要大量血液的黑质组织首当其冲 无法获取足够的氧气及氧分 另外,受胶感神经紧张而大量增加的颗粒球,其释放出的活性氧也会导致黑质病变,进而引发帕金森氏症 安保车指出,帕金森氏症患者因行动受到局限,加上血流不良的影响,体温容易偏低,因此,身体就会以震产的方式升高体温 换言之,患者常见的震产现象也可以视为身体对体温过低的自我加温反应 帕金森氏症与低体温之间的关联 交感神经紧张造成 被洗 Museum clearly 但是呢,宭弟兄 administered by Jason 1.血管收缩 血液停滞 导致体温下降 1.血管收缩 血液停滞 导致体温下降 2.血管收缩 血液停滞 导致体温下降 1.血管收缩 血液停滞 导致体温下降 2. 颗粒球产生活性氧,淋巴球减少。 3. 随后则会发生黑质病变,引发帕金森视症。 帕金森视症和阿兹海默症怎么分别? 脑神经内科医师林志豪先前在文章中指出,事实上门诊中常遇到将阿兹海默症和帕金森视症搞混的民众, 也因此偶尔会造成患者因不了解而没办法遵循医主治疗。 3. 医师提醒,虽然二种疾病都是脑部疾病,某些症状有点类似,但在发病初期的症状还是不太一样。 8. 巴金森视症早期症状与失智一样吗? 8. 巴金森视症,中风及失智症这三种疾病,被称为老年人的三大疾病,神经科主治医师陈荣基在文章中说明。 8. 巴金森视症 8. 巴金森视症主要的症状有手足会微微颤抖,感觉僵硬,动作变得迟慢,站立不稳等现象。 8. 病患会自觉四肢僵硬节省重,甚至有酸痛无力感,尤其双脚部分更容易有行动不变的感觉。 8. 脸部长会表情木然,口水增多,上身向前倾,走路的时候手部斜筒摆动减少或是根本消失,还会有小碎部的步行以及向前冲的情形发生,这些都是大家常看见的巴金森视症现象。 事实上,巴金森视症初期的认知功能是正常的,但是行动出现障碍,由于脑内黑质细胞退化死亡,使多巴胺神经传导物质减少,引起巴金森视症的症状,如 1. 行动迟缓 2. 齿轮状僵硬 3. 静止性颤抖 3. 静止性颤抖 4. 走路隧步或不稳 4. 走路隧步或不稳 6. 便秘 6. 便秘 6. 便秘 7. 帕金森视症症症状会缓慢发展数年,而由于病症的多元性,每位患者出现病症的时间可能不同。 7. 帕金森视病基金会列出10个帕金森视症可能出现的早期症状,虽然这些症状也可能与老化、感冒、药物、饮食、身体受伤、压力等原因有关。 8. 如果出现超过一个症状以上时,建议多加注意并寻求医师诊断帮助。 8. 颤抖 1. 颤抖 在休息时出现手指、手掌或下巴的颤抖,是常见的帕金森视症早期症状。 2. 写字字体变小 写字的方式改变,像是字变小,挤成一团。 3. 嗅觉丧失,闻不到香蕉、烟黄瓜、甘草等特定食物的味道。 4. 睡眠障碍 4. 熟睡时常突然翻滚、扭动,甚至可能影响到捅床的人。 5. 移动或行走困难,感觉身体或四肢僵硬,走路时手臂不再像往常一样摆动,即使开始活动后也没有改善。 5. 另一个早期症状则可能是肩部或臀部的僵硬与疼痛。 6. 便秘,需要用力才能使肠胃蠕动,排便。 7. 声音改变,说话有气无力,或是声音变得低压。 7. 声音改变,说话有气无力,或是声音变得低压。 7. 声音不差,但表情看起来严肃,忧郁或愤怒。 9. 晕眩,站起身时常常感觉头晕,可能是与帕金森视症有关的低血压。 10. 驼背,站立时无法像过去一样挺直背脊,常有驼背,勾搂的样子。 10. 此外,病患也受到与运动无关的症状影响,包括情感冷漠,忧郁,便秘,睡眠行为疾病,嗅觉丧失,认知机能障碍等。 10. 帕金森视症的治疗。 10. 帕金森视症的治疗。 10. 帕金森视症和泽医师表示。 10. 运动有助提高肌肉量,延缓帕金森视症患者病情,除了较温和的散不能活化肠胃,瑜伽可刺激腹交感神经,进而改善便秘。 10. 美国神经疾病和中风国立研究院指出,帕金森视症目前没有特效治疗药物,但可以集有药物、手术等方式,帮助改善或缓解症状。 10. 药物。 10. 帕金森视症常用药物包括。 10. 增加脑部多巴胺的药物。 10. 增加脑部多巴胺的药物。 10. 影响其他神经传递物质的药物。 10. 控制运动障碍症状的药物。 10. 深层脑部刺激。 10. 深层脑部刺激。 对于药物反应不佳的帕金森是症患者,可以集有深层脑部刺激术,利用手术在脑中植入电疾,能够刺激脑部,帮助减少颤抖、运动迟缓等症状,而不会导致疼痛。 其他疗法。 包括物理治疗、职能治疗、语言治疗等,能够帮助改善行走问题、声音改变、颤抖、心理机能等症状。 饮食与运动 健康的饮食、运动,则能作为支持疗法,帮助强化肌肉,改善平衡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